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飲,如路易如電,應作如世觀。 請掀開金本,269月,269月。 道俗第四行,269月,道俗第四行,看齊了。 楞言雲,諸修行人,不能得臣無上菩提, 乃至別臣生文原訣及某眷屬。 藉由不止二種根本,錯亂修習。 秉合二種,一者無是生死根本。 自如今者,愈住眾生,用攀緣心為自信者。 二者,無是菩提涅槃,緣親近體。 自如今者,誓盡緣明,能生諸元,元素夷者。 由主眾生,以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望入主趣。 我們看這一段。 這一段是楞言經上的經文。 在楞言經上,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文。 諸修行人,是指佛法裏面。 無論是賢教、密教、大臣、小臣。 所有一切宗派都包括在其中。 那麼為什麼修行不能成就? 這個無上菩提是將成福。 那麼修行目的就是要成福。 四宏十願裡面,最後一條是佛道無上十願成。 所以目的是成福。 那麼為什麼成不了? 當然,這個地方所說的無上菩提是指究竟的佛果。 可是廣義來講呢,得成菩提就行了。 就如同本經裡面所說, 原教粗著菩薩以上,都是陳正果的。 我們一般講呢,正登正果的。 大臣經上常常講的祝福如來, 都是包含了原教粗著以上的這些菩薩。 花言經上所謂的四十一位法神大四。 這個都是正果。 都是此地說的。 那麼他成就不了。 這個修得算是不錯的。 路子沒有走歪了, 就變成了升文園絕。 神文園絕我們一般講呢,小成人。 批指佛,阿羅漢, 變成這一類的。 這個算是修行不錯的。 在佛法裡面說呢, 沒能成正果, 算是得了一個小果。 在無上正等正果裡面說呢, 他沒有成就正等正果, 他也算是正果。 這個算是不錯的。 這個底下一句就不好了。 即某某句說。 這是你小成甚者都不如了。 為什麼原因? 佛在下面跟我們說出來了。 這一段開示對我們地球重要。 因為經常所講的, 跟我們性情所接觸到的, 所看到的, 確確實實有不少好心學佛的人。 正如此地所說的, 都變成魔魔眷屬。 這是非常的可惜。 至於魔魔眷屬是哪一類人? 《楞严经》上讲得非常详细 是在这一部经《楞严经》分量很大 一共有十卷 后面的三卷 八九十三卷 里面给我们详细说明五十种阴谋 可见的那个五十是五十大类 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 都是学佛学错了变成魔了 这是非常着惋惜 它的根本原因 就是皆由不知二种根本 那么换一句话说 不仅说魔错了 这个学佛学变成魔了 现在妖魔鬼怪对我 学佛学成妖魔鬼怪了 你说这个是多可怕 这样子气 那么即使 欧罗汉辟知佛也是错用了心 但是他用的心虽然是错了 他所依据的理论跟方法是正确的 所以他还能成一个正确 如果他要依据的理论方法要稍稍有一点偏差 实在讲理论方法哪里会有错误的 使他用错了 用的心也错了 把方法理论用错了 那就变成魔了 这两种根本 第一种 五十生思根本 五十阶级来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 生死死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佛在这里说的很明白 自如今的 《楞严经》上这段话 是释迦牟尼佛对欧难尊者说的 所以这个如是知欧难 欧难是代表我们大众 佛对欧难尊者说就是对我们说 于诸众生 于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就非常广大 学佛不学佛的 只要在六道里面这些众生都包括的 他为什么会在六道轮回 为什么受这些苦呢 用潘云心为自信者 这就是错用了心 什么是潘云心 潘云心就是讲的心意识 法相宗里面讲的八十 八十心就是个潘云心 我们都用的是这个心 如果不用这个心呢 那就成了无上菩提 用这个心呢 就永远成不了无上菩提 这个是诸位 一定要想得的 那么八十心究竟是怎么回事去 这个要说起来 非常地深 非常广泛 不但不好懂 实在也不好说 你像法相宗的这个经论 在所有宗派里面 它是最多的 最丰富的 那么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威胁 那么简单地讲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说明这个八十 它的性质 且五十 它的作用 是接触外面的境界 它主要的一个功能 它主要的一个功能 接触 眼 眼时 见 见死 二时 闻身 这是它重要的功能 所以眼 眼不能见 眼里面的石才能见 人 刚刚死的时候 他眼睛还好好的 他为什么不能见呢 眼时没有了 石离开了 所以 虽有眼 也不能见 虽有耳 也不能听 石离开了 那么八个石离开 有先后不同 这个眼时是最初离开的 那么比较起来 耳时离开的石 就比较上要晚 所以虽然它不能见 它还能听 那么第六十的功能 所以我们一见到就能够分别 这个是花 这是黄色的 这是绿色的 分别的这个功能 是第六十 这是意识 如果没有意识 它能见 它不会分别 我们常常看到 有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 障碍的 我们中国人叫别吃 它就 就没有什么分别 那么换句 它第六意识的功能 非常脆弱 它能见 它很难分别 第七十的功能 是执着 第八十的功能 我们现在的话讲 叫记忆 你见了之后 为什么会记得 会不忘掉 昨天见到这个人 今天一见面 你为什么会认识他 那个印象 就记忆在阿赖耶识里 第八叫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 阿赖耶叫寒藏 像仓库一样 像档案师一样 他把所有的资料 都收藏在里面 那么下一次 再见到这个人呢 他那个资料库里 会把他拿来 对照比照一下 他就认识了 这个通通通叫做潘远心 这个清净心当中 没有这些东西 清净心的功能是自然的 不像它这个功能 它是有手速的 有先后的 有次力的 那么这个叫潘远心 也就是我们讲的用心意识 用妄想分别支柱 用这个东西 那么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想到华言经上佛所说的 佛也跟我们讲这种事情 他说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这个华言研究里面都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那本来是佛法 跟一切祝佛的智慧得能 没有两样 现在为什么我们智慧也舍掉了 能力也丧失掉了 怎么丧失掉的 佛说了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你看就是这个东西 潘远心 你在一切境界当中 你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你的本能就舍掉了 所以佛法的修学 修什么呢 就是把妄想分别 执着去掉而已 无量的智慧得能 是自己本来有的 不是修得来的 是本来有的 只是把这个障碍去掉而已 我们本有的智慧得能 不能起作用 是因为有障碍 只要把障碍除掉了 本能就恢复了 所以佛说得很好 佛不读众生 你们成佛开悟 是你自己本来的事情 佛没有一点点功劳 没有帮你的忙 是你自己悟的 自己修的 自己振的 佛不居功 那么佛对我们的恩德 是在 就是把四十真相 为我们说明 他要不说明 我们哪里知道 怎么晓得这回事情 知道这回事情之后 要认真努力 去做 做什么呢 在尽色纹身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分别执着都叫做妄想 不分别不执着就没有妄想了 那个就是自信起作用 我们能够离开一分 本能智慧就透出了一分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的分别执着 统统没有了 智慧得能才先前 不是 分别执着减一分 那个智慧得能就透一分 结两分呢 他就透两分 所以菩萨结位上 一共有五十一个位次 五十一个位次从哪来的呢 就是无名破一平 智慧得能就透一分 是从这么说的 实际上并没有结位 这个我要知道 所有一切结位 都是佛的方便数 那么我们一切众生 不晓得四十真相 都把作我能够思维的 能够想象的 这是我的心 这个是我 西方的哲学家很自豪 我思固有我 我的存在 我存在在哪里 我能够想象的 那个就是我 那个就是真我 你看都落在 叛远性上 都落在这妄想里面 所以他怎么能成就 这是第一个 我们错了 我们错用了心了 那么第二呢 第二讲真的 真的我们不晓得 无实菩提涅槃 云云清净体 无实 前面说个无实生死根本 这里是无实菩提涅槃 从两个无实上看 我们就了解 生死跟涅槃是一不二 无实两个字的意思 我们要搞清楚 往往我们看到这个字 产生了错觉 因为无实一定是 很久远很久远 找不到开始了 你这个想法就完全错了了 无实说 根本没有开始 是这个意思 根本没有开始 你想想这个事情 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如果有始有终 这事情是真的 没有开始 这才是事实真相 迷什么时候迷的 一念也迷了 觉悟也在一念了 这个一念的时间 非常的短暂 真是一万分之一秒 所以不能说他有开始 说他有开始 那是错 这个是这个话说错了 可是我们确确实实迷了很久了 迷了很久是不错 可是事实真相呢 还是在一念当中 这个理很深很深 因为你念念都迷嘛 这个迷的像 并不是 它是断断续续续 就像我们看电影片 它一张一张的 你是连续像 迷是个连续像 你念念米 所以佛法里就常讲 这个 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那一念相应是觉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从那个 念念相应呢 你就懂得它无实的意思 无实就是念念的意思 我们麻烦大就是念念都迷 真实相 前面跟诸位说过很多遍 整个宇宙佛法里面讲的 舍法界一正状言 都是刹那夜阴古报的生命相续相 刹那生命 刹那有多少生命呢 佛在仁王经上跟我们讲的 九百生命 刹那时间就非常短了 那一刹那里面 还有九百生命 这个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 九百生命实在讲 是佛的方便说 真实说 决定不止 所以我常常讲 真实讲 这是一秒钟里头 就是一万分之一秒的生命 那是真相 我们从这个地方观察 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观察 我是因为看到这个光的速度 所以我知道 世尊这个九百生命是方便说 因为九百生命的时候 跟光的速度不能够问候 但是 现代科学家已经发现 还有比光速更快 光的速度的时候 还不是最快 在过去认为 光的速度是最大的 现在我们晓得 光的速度不是最快 那么光速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也就是一公里 这个光走的速度 是三十万分之一秒 走的一公里 一公里很长 我们再把它缩短 一公尺 在一公分 在一公里 你就晓得 那个刹那生命里头 所以确确实是一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在生命 所以确确实实是一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在生命 这个念头多迷 那个觉悟的人呢 第二个念头觉了 他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他念念觉 他就成佛了 这个是无实的真实意 所以无实不生不密 意思完全都相同 跟这个生命不生不灭 意思都一样的 这是符合 我本经前面所讲的 万发一如 诸法如意 那么两个都观上 无实 就晓得真旺是一 不是二 菩提是觉悟 这菩提跟涅槃都是凡语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涅槃是不生不灭 决心是不生不灭 那他也没有开始 远清净体 远是远来 本来就清净 禅宗六卒慧能大师 开悟的时候说 他第一句话就说 何其自信 本来清净 他明白了 所以他本源就是清净体 那么我们迷了 自信有没有污染呢 没有 自信永远不会污染 那么佛在经上 有的时候说污染 那是比喻说的 绝对不是真的有染污 真的跟各位说 完全没有染污 不但觉悟了没有染污 现在在迷味当中 也没有染污 迷之中没有染污 为什么说他做染污呢 是因为你不知道用它 刚才讲了 你错用了些 是这么个意思 这一句就是讲的真心 就是讲的本性 真心本性 在哪里呢 自如今的 你看没有离开自己 就是在现前 在你身上 赦尽圆明 能生诸圆 圆所依的 那就是 那就是你的真心 就是你的本性 识 就是前面讲的 潘云心 就是八识 识的精华了 识的精华 就是真心了 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它 那个八识 八识是妄心 妄心从哪来 真心来的 真心 迷失了真心 就变成妄心 真妄地缺是一意 不是二 语言明 它本来是光明的 本来具足 无量智慧的 这个语言明是比较这个意思 能生诸圆 这个诸圆 就是三七八识 八识五十一心所 这十一个色法 就是色法界 一正装圆 就是他生的 他变现出来的 他能变现 云术一者 他所变现的这个 所剩下来的 他缘不到的 那就是真心 那就是自信 这一句话里面 寒的意思 寒的意思很深 我们要很细心地去体会 我们用思维 用想想 能够想到虚空 能够想到法界 这个就是心意识的作用 能够圆到虚空 法界 能够圆到过去 未来 就是不能够圆自己 那个自己才是真的 所以 缘所移者 你所缘不到的 那个就是 那就是真心 那就是自信 那么从这句经文里面 我们了解 这一切修行人 为什么不能 得逞无上菩提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 明心见性 我们念佛的人 为什么得不到 理一心不乱 研究教的人 为什么不能 大开圆节 就是因为他用 叛远心 叛远心 永远远不到自己 如果不用叛远心呢 这个真心就先路了 你就见到了 明心见性 什么人能明心见性呢 不用叛远心 就成了 只要你用叛远心 你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 宗门里面 这个叛远的人 说得很好啊 说得没错啊 但是他做不到啊 他也会讲啊 叫人叛远呢 立心意识才 那就对了 立心意识就对了 立心意识 立第六意识 不用分别 不用分别性 立第七识 不用执着性 立阿赖也识 波落印象 这真心就先路了 口里叫的是立心意识 还是妄想分别之处 没离嘛 这一念离啊 就是一念哲 就是一念相应 波离啊 那就不相应了 波离是与攀原心相应 力量是与真心自信相应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 叫我们立四相立四见 立四相是立八十的相分 立四见是立八十的见分 那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就是真正的立心意识 如果还有四相四见存在 要想成五上菩提就不可能 我们念佛的人 要想正的立心不乱 不可能 功夫用得再好 可以得四一心不乱 但是诸位一定要知道 敬宗法门跟其他法门 果报不一样 你看其他的法门 用心意识 达到最上层的功夫 也只能成声闻缘究 但是念佛人呢 有这样的功夫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方便有余土 也是上上平往生 方便有余土里面的上上平往生 那个功夫 那个功夫怎么会一样 生到西方世界 花开见佛 时间很短 如果是尽性 理性不乱了 那生到西方世界 是十报 然后装阴土 那个完全不一样 从这些地方 细细地去观察 才知道敬宗法门的殊胜 敬宗法门是同样的功夫 成就的完全不一样 确实是不思议的成就 我们再接着看底下 这一段 由助众生以此奔明 这是由于这一切众生 一生忘掉了 忘失掉了 所以终日行而不自觉 我们用不用真心呢 跟诸位说 什么时候离开了真心 从来没离开 我们眼睛近 我们是用的真心 用的是自信 耳朵听 也是真心 也是自信 天天用它了 从来没有离开过 古大德告诉我们 我们眼睛 第一个见是真心 为什么呢 你还没有起分别执着 如果我们细细地 去体会 不难明了 我们张开眼睛 第一次看这个 看得很清楚 不是 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清清楚楚 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像一样 照得很清楚 里面没有其分别 没有其之处 没有妄想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真心 听音声 耳听音声 六根 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当我们没有起心 没有懂念头的时候 外面境界是一真发迹 我们用的心 我们用的心 是真心 是自信 可是到第二念呢 就迷了 第二念呢 就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那就错了 第二念就堕落了 所以古德教人 保持粗心 粗心就是低音 能够保持粗心 臣佛有余 永远保持 念念都是这个低音 第一念是剧热 第二念才迷了 迷了之后 就变现出六道轮回 就变现出是法界 忘如初去 在六道轮回里面 真叫冤枉 六道轮回从哪来 自己变 自己变 自己在受 自作自受 本来没有六道轮回 本来也没有设法界 设法界六道 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有了妄想 就有是法界 有了执着 就有六道 离开妄想执着 那个境界 就叫一阵法界 这是不得已 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一阵法界 你可不能执着 我有个一阵法界 一有执着 已经到六道去了 哪里是一阵法界 这个是 佛这些 一些名词 说语 都是方便说 让我们在那里 体会它的意思 体会它的境界 千万不可以分别之处 所以佛菩萨都叫给我们 听经 要立言说相 立名字相 立心言相 立言说 立名字 就是金刚经上讲的 立四相 立心言相 就是金刚经上讲的 立四见 那个心言是心里攀缘的 是思维想象的 这个一面听 就一面答妄想 这个不行 这个不解如来真是意 读经也是 老老实实地读 果然能够不作文字相 不作名字相 不作心原相 读经也会开悟 我们今天 读经听经不能开悟 就是没有能够立下 都是用的攀缘性的 所以这个读经听经不能开悟 果然能够立下立经 不但听佛说法能开悟 看经能开悟 在一切日常生活当中 见色闻声都能开悟 不定是什么姻缘 让你一念觉了 念念觉 那就成功 这一段是楞严经上的经文 我们再看底下 简单的说明 此中所说 潘云新 即是不觉妄动之心 这是这一段开始 两句重要的经文 你要晓得什么叫潘云新 什么叫语言清禁题 语言所移枕 你只把这三句搞清楚了 佛这个意思 你都能够明了 那么这个三句 在《金刚经》上讲 潘云新 就是不觉妄动之心 这个妄动心就是念头 奇灭的心 真心不动 什么都会动 念头在动 妄念在动 一个念头灭了 一个念头就生了 这个念头生灭不停 是个生灭的相续相 诸位要晓得 这个生灭是不会灭的 但是那个生灭念头里面 很复杂 它会变 它会变 它不会灭 它会变 所以佛教给我们 二生起心 就是这个道理 教给我们五度身心 那么真心就是如如不动的本性 因为真是不动的 诸位要记住 这是不动的 你是动的 决心不动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有许多人学佛 求智慧 智慧怎么求呢 拼命去研究金教 那能开得了智慧吗 研究金教用什么心呢 就用生灭心 用分别心 用妄想心 用这种心去研究金教 别说你研究三十年 研究三百年 你也不会开悟 什么原因呢 你那个先生 你不是决心 我们再看看 自古以来 那些开悟的人 他怎么开悟的 他用的方法 恰恰给我们想象的 相反 他什么也不研究 他入了钉了 从钉中开悟 参禅打坐 入定 读经念佛 也入定 教下里面读经 一生只念一步去 他也不求解义 我们在六足谈经里面看到的 谈经大家都常常看 提起来都知道 都很熟悉 发达禅思 念法华经 念了三千遍 法华经的经文 很长 一天念一遍 那三千遍 那三千是个整数了 在我们想的时候 他应当念了十年 十年 念一步经 所以他的心定下来 遇到六足 六足集聚化一提醒 他就 他就却无 无尽藏比就你受持涅槃经 涅槃经的分量 比法华经更长 涅槃经在中国有两种疑本 一个是四十卷 一个是三十多卷 这个经念一遍 普通的人大概是三天 三天念一步 也是念了很多年 古无大哲这些方法 我们要留意 他就是一行念 念经的时候 把妄想分别职责统统放下 所以他是用念经的方法 修订的 我们在讲习当中 也常常提示 读经是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戒律 所说的是 诸我莫作 众善奉行 我们读经的时候 一个妄念不生 这就是诸我莫作 我念一个重点 我这一个重点 诸我莫作 我念两个重点 我两个重点 诸我莫作 这个就是持戒 是小臣界 诸我莫作 大臣界是众善奉行 今是佛 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言语文字 没有比这个更善 的确是止于至善 读经就是止于至善 那就众善奉行 所以读经 你看戒律 圆圆满满都修了 读经的时候 专心出诸 没有一个妄想 没有一个杂念 这是修定 所以读经不能分别经义 分别经义 那就错了 我们杜经的目的是修定 是要把自己这个妄念打掉 用这个方法把自己妄念打掉 他就是修定 经文念的清清楚楚 没念错 没有念颠倒 这就是会 这个会在《般若经》里面讲的 叫根本智 《般若经》上说 《般若无知》 《无知》是根本智 我们读经修什么 修无知 无知起作用的时候 是无所不知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从哪里呢 从无知来的 你得到无知 然后才无所不知 你要是有知 你就有所不知 你要想做到 无所不知 你一定要先正得无知 所以读经要会读 会读的人会入定 会读的人会开悟 不会读的人展开金本 打妄想 那就完全错了 所以我们把修行 这个读经是修行 就是界定会一次完成 跟我们研究教理 一定要分开 读经的时候 那是自己做功夫 研究教理的时候 是探讨了解佛法的理论 粘着可以并行 能够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像我们这个讲习当中 这是属于研究讨论 这个是求明了经的毅力 明白这个道理 方法境界 但是用功的时候 像我们读金刚经 用功的时候 那时候 所有一切分别执着 通通放下 那是做功夫 做功夫就是修诫定会 这个一定是两桩四起 要分走两个时间来做 金又云 云火如今 以动为身 以动为尽 从始集中 灭灭森灭 一时真心 颠倒行似 信心是真 任务为己 轮回事中 自取流传 那么这一段 还是楞音经上的经文 这一段 这一段说的更明白 即使粗发心事 便因并明正亡 只向本不动出绝招 那不止一次本明 望入住去 自取流传 这是在《乐音经》上 释迦牟尼佛责备恶难的话 那么恶难犯的毛病 实在讲 正是我们现在犯的毛病 莫难在《乐音会》上 视线给我们看 带我们向世尊求法 所以世尊对他的开始 就是对我们的开始 云和如今 移动为生 移动为进 不但 我们现前 把这个幻象 以为是自己 这个身就是代表自己 一切凡夫 都把这个肉身 色身 当作自己 这个后头叫 任无为己 他不是自己 他是个无 这句话 含义 很深 底下这一句 把他的真相说出来了 从事集中 命令神明 这一段经文 跟《金刚经》的经文 合起来看 就意思非常明显 你看 前面经文上 我们读过 佛 佛 以他自己的身相 来说明 佛是三十二相 讲究报身 三十二相 即非三十二相 失明三十二相 这个在前面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 来说明 说明 报身 即非报身 后面又给我们说 微臣即非微臣 世明微臣 世界即非世界 世明世界 这个在物质上 最小 讲到微臣 我们今天讲的原子 电子 基本 粒子 讲这些东西 世界 世界是一些微臣组合的 不是真实的 动体借空 了不可得 这是一样 不但你这个身体 连外面这个环境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动力 极小的微臣 它都是个动向 动着 它就不是真的 因为自信 是如辱不动 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动 而且现代科学家 实在讲 这个造诣 相当之高 高明 近代的科学家 已经知道 没有物质的存在 以前认为 有物质 现在晓得 没有物质存在 那这一些现象 是什么呢 波动的现象 这个跟我们经理 讲的 就非常非常接近 确确实是 是波动 刹那生命是波动 波动的现象 而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这个物质 称之为四大 四大的真相 一样是借空 四大说的是什么呢 经上用的这个名称 叫地水火风 我们往往看到 这四个字 也把它误会了 地什么 这地是土地 大地 我们把它搞错了 其实它这四个字 是代表的 地是什么呢 是一个物体 你能够看得见的 代表一个物体 我们今天讲固体 体积 它有体积 再小 我们看到原子 电子 在这个高科技 显微镜下 还能够看得见 能够看到的 它是个东西 地上 比较这个意思 火大 我们现在讲带电 它带地阳电 在佛法里面 叫做火大 也就是说 它有温度 它带阴电 阴电 我们在它有湿度 它湿度的时候 我们叫做火 温度的时候 我们叫它做火 湿度叫它做水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动就用风来代表 不动就没有风 风是代表动 就是说明 基本的这个物质 有这四种特性 它是说这个意思 所有一切 森罗万象 都是这个基本物质 所组合的 金刚经常讲 一核像 基本的物质 是一个组合的现象 我们今天讲 它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 所以变成了原子 原子在组合就变成分子 这个才是形成 这个宇宙形成万物 无论动物 植物矿物 都是这种族之间 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呀 它是一种生命的相续像 我们看错了眼 把相续看作真实 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 这样才能看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才能看到 佛在这个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我有一样是真的 才能体会到佛在经上所说的 事发平等 无有高相 所以身佛平等 完全是一种现象 祝佛菩萨眼睛里面看森罗万象 看的是什么呢 是夜莹果报的理议学乡 但是这些夜莹果报的时候 也是空花水月 也是梦幻泡影 你不执着呢 没事 心地清净平等 没事 一执着里面呢 就有苦有落了 你就有这些虚妄的感受了 不执着什么事都没有啊 坏就坏在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就是用叛远心 那句错用了心 本来什么事都没有啊 你自己找的 所以你真理想的 一动为深 一动为进 进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也就是讲舍法界森罗万象 他的真相就是 自食之众生念念生命 他是个念念生命相 现在讲波动 这个意思讲得好 讲得很好 一是真心 颠倒行四 我们错就错在这个地方 不了解四是真相 错了啊 在这个虚幻的境界里面 齐心动念 虚妄的造作 这个齐心动念呢 这个境界就变了 这是前面说过 相是从念里面伸出来的 从念头里伸出来的 这是佛在大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相伸 相是从念头伸的 华言经上讲 唯一心所心 唯一时所变 我们讲这个圣经上的变化 这个相的变化了 是时 他在做主宰 事是能变 相是所变 那么佛与大菩萨境界里面 我们为什么叫他做一针法界 一针跟十法界不一样 十法界是千变万化 这就是说明 一针法界的人呢 他的心是定的 他心不动了 心的境界也就不变了 不变就一针了嘛 舍法界里面这些众生呢 你舍法界里有佛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都是舍法界里面的佛 没有处舍法界 别叫佛超越了 那是在一针法界里面 所以藏教佛 通教佛 他还是用叛远心啊 他不是用的真心啊 他那个心还在动啊 所以他的境界也在动 但是事发界 越往上面去啊 他的波动啊 幅度越小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那个境界连续的时候 保持的就越长久 我们叫做他的寿命长 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能够保持很长的时间 道理就在此地 越往下面来了 这个念头波动的幅度就越大 越大的时候 他这个相续向保持的时间就短 所以现在寿命也短 这个环境变化也非常快速 我们讲这沧海桑田 外面环境确确实实 也是随着念头在变化 所以静随意心转 我们这个身体是随心念头转 外面的生活环境这个也随念头转 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 那佛法修什么 佛法修的是清净心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 你只要心地清净就能转环境 如果像我们自己身体 身体也是环境之一 我们的身体不好 身体有病痛 身体有业障 怎么样改变呢 修清净心 所有一切妄想分别 都执着通通放下了 你这个身体的组织 细胞的组织 它就恢复正常 正常就是健康的 不正常就出毛病了 为什么不正常呢 是你有烦恼 你有忧虑 你有牵挂 你有妄想执着 把你正常的这个组织的时候 破坏了 你就会得许多怪病了 这么来的 这世间人年老的时候 常常看医生啊 你看看哪一个佛菩萨 看过医生啊 你们查查大藏经上 哪个佛菩萨去看过医生 去吃过药的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他自己调整了 这个一定要知道 过去 这是民国初年的时候 地先法师 是我们佛门里面的大德 讲经受法的法师 有一次的时候 地老生病了 硬光法师写一封信告诉他 你讲经的法师 怎么可以生病 怎么现在这个难看得下 虽然晓得他自己调整了 不需要找这些医生医药 用不住 了解身心都是幻法 力量幻 一切就恢复正常 所以现在人 就是常常 口头上说的 改造体质 改造体质 佛法是最高明的 这个世间用什么药物治疗的 那个副作用很多 我看不但改不了 阵仗业障 越改越糟糕 越改越坏 这是说明了 四十真相 一切众生迷惑颠倒 信心是真 任无为己 这是最大的一个错误 把这个身当作自己 把所有这些现象 认为是我所有的 身体是我 一切万物是我所有的 这个念头一起来 这叫执着 六道轮回的境界就显出来了 这六道从哪里 六道就是这一个念头出来的 那么由此可止 如果你要不再执着身是我 不再执着一切万法是我所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超越六道轮回是什么境界呢 那是四圣法界 声闻原教菩萨佛 这是我执没有了 我执着没有了 但是认为什么 这些境界还是有的 法治有存 有法治 所以他有这个 声闻原教菩萨佛的发解 如果法治也没有了 也不以为然了 这金刚经上讲得很好啊 不以为然 不在意了 那就超越是法界了 是法界也没有了 这才归到一阵法界 轮回事中自取流传 设法界是自己造的 六道轮回也是自己造的 那么我们今天 所做所有一切的 这个受啊 都是自作自受 这个一定要知道 而后你才不会冤天诱人 自己造作的业因 自己要受这个果报 我们明白佛法了 就可以在这一生当中 借借的超越 大臣经上所讲的理论方法 如果我们做不到 这个做不到的原因是 烦恼习气太重 佛教过我们放下 放不下嘛 教过我们不要分别执着 这偏偏还是分别执着嘛 做不到嘛 做不到呢 再教你念佛 就念佛这个方法叫 带业往生 带什么业 带着分别执着往下 可以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诸位要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阵法界 你就是圣道 凡圣同俱徒也是一阵法界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地方 它跟其他的这个诸佛插图不一样 一切诸佛插图都有设法界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设法界 不但没有设法界之四十 甚至念设法界的名都没有 那么佛在经上 跟我们讲 仕途三倍九平 跟我们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阿罗汉天人 无量寿经上解释得很清楚 这是佛的方便说 随顺设法世界的人来说 实际上他们那边没有 为什么没有 他们没有这个念头 虽然没有这个念头 但是断获的程度并不一样 虽然不一样 但是他都没有这个意念 这个情形 何以设法世界的人做不到 偏偏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能做到 往往是我们生起很大的疑惑 其实细读 尽忠尽论就下得了 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如果不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月的加持 凡夫决定做不到 这是不思议的境界 使一切祝佛赞叹 一切祝佛如来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 道理就在此地 那么佛说这一段的意思 教过难呢 也就是教过我们自己 要从初发心的时候 就要能够变明真旺 这个开始好啊 一开端 我们就把什么是真 什么是旺 搞清楚 凡是动的 就是望的 就是虚望的 其实愣言经 说到这个境界了 讲的六界三空 这个动是第一个 第一个观 第二观是静 你住在静上也不行 也是错误的 后面还有空居而灭 一层比一层高 一层比一层危险 那么由此可止 处理六道实际 地缺不是容易事情 这个才是 这个大师之菩萨 在愣言会上 劝我们念佛 不加方便 自得心开 都摄六根 今年相机 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 可是明白 好处就很多 好处在哪里 明了之后 就啃血 啃放下了 纵然有执着 那个执着的程度 比从前要淡薄很多 这个对于我们念佛往生 帮助就非常之大 过去我们对于身体执着 很严重的执着 对于这个自己所有的 所有的财物 也是执着的很重 现在了解这个都能放下了 能放下就能往生 什么时候往生呢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可以往生 往生自在的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真去得了吗 放下就去不了 为什么你想去 还去不了 你想想 一定还有放不下的 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 你就去不了 那就是障碍 临命宗时 佛来接迎了 也要彻底放下 还有一样放不下 佛就走了 不带你去了 错过这个机会的人 很多很多 就是不知道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不晓得这个死是真相 所以佛教教人 从处发现时 便要避民争亡 直向不动处绝招 波动就是清净性 要在生活当中去锻炼 所谓是烈死烈心的 离是经历 在一切境界当中 去炼 炼什么呢 炼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炼这个 这就叫真修行 修行 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什么是错误呢 见色纹身 起心动念 错了 分别执着错了 我们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 就是我借出外面境界 六根借出外面境界 我要回过头来 我不分别 不执着了 不执着了 不起心了 不动念了 这叫修行 这叫从根本修 不仅仅是禅宗里面 常常提示的这个修行 从根本修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都要懂得从根本修 这个是大根大本 根本的根本 就是叫我们六根借出 六成境界的时候 不要再搞分别之处 不要再搞妄想了 这就是从不动出绝招 要天天去练 时时刻刻去练 我觉得现在 最方便这个练习方法 看电视 因为每个人都看电视 电视上都是假的 画面不是真的 而且电视的画面是连续的 大家晓得这是电波 电波微粒组成的画面 跟佛讲的这个现象很接近 你了解这个电视的原理 你观察这东西 不要被它这个相手动 然后这个观成之后 为了功夫 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对人对思对无 都把它看成电视的画面 再也不会起心动念 也不会分别执着了 全是假的 全是空的 然后对于你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那个帮忙就大了 你真的可以放得下了 去看破方向 那个时候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就是真实的功夫 这样才不至于一世本命 从这个地方去念你的清净心 念你的不动的真心 那么这样才不至于一世本命 广入朱区 这个朱区就指定 六大轮回 自去六转 绝招 绝招 绝心 亦非无孽 亦非逼境无相可取 然凡夫非此无入手处 所谓以患除患之发门儿 这一段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段 我们初学的人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发在议员会上 一开头给我们讲 最粗方便 这个非常重要 最粗方便就是从哪里入门 一定要知道 我最初学佛的时候 清净张家大使 那个时候 我对佛法知道的很浅薄 可是很想学 也很想 早一天能够入门 他老人家 直接了当 叫给我 看得破 放得下 这一部金刚 剖弱 剖了命 就是讲这个 看破方向 我请教他 从哪里下手 他交给我 不是 也跟金刚经讲的完全一样 要真正去做 布施 一般人往往也把意思错毁了 一个布施学财 到寺庙去捐一点钱叫布施 那个布施没用处 无济于四 布施是写 是放下 把什么放下 把你的念头放下 把你的妄想放下 那就真的放下了 才管用啊 写这个钱不管用处啊 心里还照样打妄想 还有贪嗔痴吗 那有什么用处 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这个地方交给我们绝招 绝招在初学的时候要设心 中文里面用的这些方法 都是红灵 他的功夫有三个层次 从观照入门 折照就是观照 再往上提升呢 就照住 最高的境界照进 我们读般若心经 观自在菩萨 照进五蕴皆空 那是功夫达到最高端 照进五蕴 那么他这三个功夫 跟我们念佛三个功夫啊 名词不一样 境界相同的 我们念佛功夫 初步功夫 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就是观照 就是禅宗的观照功夫 往上提升呢 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是照住 礼一心不乱是照进 名词不一样 功夫境界完全相同 但是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 这个念佛人 就是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念到底 就看你会念 不会念 怎么叫会念呢 那当然这个方法最妙的 无过于大师至佛上所讲的 都摄六根 禁念相及 这叫会念的 这个念佛会念的 只要做到这两句 观照就在其中了 要在谓词上讲 天台大师所讲的六根佛 你就入观行为了 六结第一个是礼结 礼是理论 那一切众生 见识佛 这是礼 那像我们现在功夫不得力 虽然学佛了 明自为重 又明无实 就功夫一点都不得力 功夫得力了 那就观行为了 这观行是功夫得力了 观照的功夫得力 念佛的功夫得力 功夫成片 这是功夫得力 那是观行为 观行为 所以在其他法门里面 没有什么成就 但是在念佛法门里面 决定往生 就是凡胜通俱徒 所以古得将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诸位要晓得 入观行为并不难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再往上提升 这个相思为 那就不太容易了 相思为就是得定 念佛的时候 得四义心不乱 那就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但是观行为是 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这就是万修万人去 那么初学 德就是讲到观照的时候 要写心 写心 换句话说 还是用点心意识 你开头说 一开头说立心意识 是根本不可能的 开头一定要用心意识 论言经 传到中国来之后 古时候这些大德 都是以天台的教理 来解释论言 就是用天台大四的三知三观 来解释论言 这个里面也有原因 天台大四的直观 是用心意识 没有利开心意识 那么到明朝 教官法师 给论言经做了一个新的注解 学弃了三知三观的 这种修法 直接采取 论言经里面的经意 学师用根 这是论言里面讲的 舍母他三母禅闹 这个说法没有错 没有违背经意 但是太难了 不是一般人能够修的 也就是说 他取的方法是利以信意识 这个是真难 所以论言经的注解 这是从教官大四开始 所以有新派 新救免派 但是救助呢 救助容易修修 这个新助依教官法师的 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摄心 摄心当然还是有念 实际上讲 这个禅宗早年观星 以后用餐话头 他还是用理石心 但是这是初期要用的 所以说非必尽无相可取 他还是取 你不是说理动相 他取境相 所以不究竟提升了一层 他还是有相可取 然而凡夫 非此无下手出 这是真的 所以这境界提升 要逐渐逐渐 见次的提升 不易见次 那个人太少了 我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 黄东梅先生跟我说 他说不一次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 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学不得 什么人呢 六祖惠能大师 那个没办法学的 那个人没有次第 六祖之秦 没有看到这种 六祖以后 这一千三百多年来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都要按部就办 依照顺序来走路 我们才有指望 所谓一患除患之法 因此法 随意识患 这个法就是佛法了 佛法也是虚妄的 也不是真实的 我们没有得清净心 没有见性的时候 要依佛法了 见了性之后 佛法不要了 还要个佛法 决定见不了性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 放上应识 侯宽非法 这句话要记住 但是不是现在就舍 现在就舍了 那没救了 现在不能舍 但是一定要知道 佛法也是因您所生法 也不是真实法 所以你要用它 不能执着它 这个就对了 我们现在过活的时候 要船了 可是你不能执着船了 执着船你登不了岸了 一定要想到 我随时可以舍弃它 到应当舍弃的时候 马上就舍 舍了就入于真法界了 就超越舍法界了 你要是不舍 你就出不了舍法界 所以身闻原觉菩萨们 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不能脱离舍法界 就是佛法没方向 法没有舍弃 因此法虽已实患 然是随移顺真书 就是这个法虽然实患 但是它是捷径真的 这个方向 对于我们的帮助就大了 然其他动念取向者 隐形不同 古德国便大不同 譬如我们起心动念 其贪嗔痴的念头 这是最不好的 贪财 贪明 贪思 贪佛法还是贪呢 不是说我换个对象 这就没事了 换对象不行啊 你贪心没断呢 换对象 只是抱不一样 骨是一样的 那个贪心 贪心的骨正在恶鬼道 但是多得恶鬼道的 那个抱不一样 就像我们人一样 我们人是 因是无戒 无戒是善 我们得的这个果是人身 但是得到的人身 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不一样 有的人富贵 有的人贫街 这叫抱 果相同 得的人身相同 抱不相同 所以果跟抱要分开来讲 那个抱是因为你做的有善窝 你过去修的善多 那你这个抱就好啊 你做的窝多 你抱就不好啊 你得的财富 是因为你过去生修财部是多啊 你得聪明智慧 你法部是多啊 那是抱不一样 所以贪心的果是恶鬼 抱的时候 他鬼里头有做鬼王的 那我们中国人讲啊 有做这个阎罗王 阎罗王是鬼王 鬼里头是总统啊 帝王啊 那他有大福报 有做城隍土地 城隍就是县市长啊 土地是乡镇长啊 这个都是有权威的 都是享福的 那不是恶鬼啊 那普通的鬼都是恶鬼啊 那个大大的不相同啊 这抱不相同啊 所以讲那个学佛的 贪图佛法的 到鬼里面都做鬼王 那国嘛 国是是怎么 抱不一样嘛 那抱不相同嘛 这些题我们都要辨别清楚 才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对人对私对无 我们应当怎么个做法 应当怎样修法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德国大不相同 如持名念佛 得往生净土之国 这是最殊胜的 无比殊胜 持名执着 这持名好啊 有分别有执着 但是这个分别执着 得到果报就太殊胜了 那连一般这些菩萨的时候 都不能够违逼的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想的 所以说国报里面 我们凡夫修行国报 的的确确是念佛求生净土 是第一殊胜 这个是一般菩萨 设法界里面的福都比不上 虽然是代业往生 一凭烦恼都没有断 生凡胜同居土 甚至于造作罪业 忏悔往生的 这个代业往生有两种啊 里面有一种是造作无利失恶罪 灵命中时忏悔往生 那看他忏悔的力量 他忏悔的心要真 恳其平位也很高 即使是凡胜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 也比释法界里面 佛菩萨高明 这个诸位在《金宗经论》里面 你能够看到 阿弥陀佛四十八院里面所说的 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 这就说明 一切诸佛刹土都有施法界 都不平等 唯独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身体的庄业 跟阿弥陀佛一样 自摩真经色深 相貌一样 西方世界相貌都一样 没有两样的 所以我们的时候 听的时候会怀疑 到那个时候 哪是佛是菩萨 那都不认识了 不要紧 各个人都有神通 都有智慧 辨别的清清楚楚 不会错任了 所以到那个地方 几乎智慧的能 完全都恢复 实在上 并不是你全部恢复 是阿弥陀佛本愿 微神的加持 就如同恢复 一样 所以到那个地方 不要听说经上讲的 我要十二个大界才花开见佛 那是什么 没有佛力加持 需要十二界 得佛力加持 不需要了 所以一切受用 这个智慧的能 就跟佛差不多了 不是十法界佛菩萨 能够相比的 所以这个功德殊胜 没有办法能够说得出 真实不可思议 这你特别提出来 这个是用这个叛远信 用叛远信 持明念佛 求生进出 这是古报地书身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四点 味道ober� 实际别宫 水 dudes 里面 用 不 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